有一笔很大的硅谷 是经过你的手 你什么意思 你是在暗示 我能有误款了是吗 我不是在暗示 我有证据 两天之内 如果你能把钱还上 我可以补上班 那我办不到你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要是做不到的话 就得坐牢了 你就这么恨我吗 你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啊 我知道 我做科长的时候对你不合 所以你趁机报复我对不对 你趁机拿我开刀对不对 高虎你给我听清楚 我既不想报复 也不想拿你开刀 我是公事红本 闭嘴 你少得公事压我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不就是有宋谣成谣吗 你这个小贱人 你知道我在公司待了多久吗 你知道我为公司付出了多少吗 我是经过多少努力 才收上科长这个位置的吗 就因为你这个女人的出现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 你还要让我去坐牢 你也太恨心了吧 我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 公司是怎么对我的 公司是怎么对我的 我借点购款投资股票 想赚点人身让权都赔光了 我会怎么残权都是因为你 这个扫把星 居然还想派我去坐牢 你想害死我吗 你想害死我吗 别这么这么恨哪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干什么呀高红 你不能坐牢的 我真的不能坐牢的 你不能这么恨我 你还想让我坐牢吗 你想让我坐牢吗 想让我坐牢吗 你今天是最远 怎么这么困难呢你 放开他 你干什么 怎么样你没事吧 没事 我我刚才干什么了 你干什么了你心里最清楚 总裁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真的没有 我只是想说 我不是故意挪用公款的 你挪用公款 你居然挪用公款 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 不要啊总裁 我不是故意的总裁 我求求你了 要报警的话我就完了 不要报警啊 特众帮我求求行吗 特众 别报警啊 你看看人家 你害了他他还为你求情 我看他也不是故意的 而且这种事情 传出去 对公司的声誉有影响 念在他这儿出饭 你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你真的愿意 给他一次机会 拜托你了 总裁 我求求你了 总裁 我看在特众的面子上 再给你一次机会 限仅两天之内 必须把那笔 亏空的钱补上 要不然我就报警抓住你 好 我一定把钱补上 我一定 您放心 谢谢总裁 谢谢特众 走吧 没事没事 慢着 总裁 特众 今天我会落到这个地步 也是我咎由自取 如果能够重来一次 我一定不会重挡覆辙 但是太迟了 我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 来结束一切 好的 有消息 马上通知我 长华 你收到邮件没有 什么邮件 高虹发的邮件 你赶快打开看一下 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呢 这个 糟了 高虹不会是有 想死的念头吧 你也这样觉得吗 赶快去找他 我知道 再多的解释 也不能取得你们的谅解 要早知道 一步做不步做 我也不会走到 今天这一步 我承认亏空公款 从科里的账户拿了钱 再从装款户头 巧胜明目 改钱都会快 没有 没看见 你们也许不信 但我也曾经想过 要把亏空的款项补回 只是没想到 平日的小数目 积累出来的金额 却超过了我的想象 我这两天想尽办法 跟熟师的人开口 但人心如虎 人情如指 一谈到前 每个人就换上另一张脸 可是我能为谁 一切都是我自己 饶出来的 十万元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可也不是谁都能接 有人说 高尚是因为用货的程度不够 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还不多 我不高尚 也不忠诚 会有这样的下场 自己颠量颠量 是当初就该知道的答案 这 Tools 等一会 sting 他手机不接 一会儿 你们等一下 他手机不接 野 hip 牛山姓 好 好像是高虹 我上去看看 成货 是公安局吗 爸 妈 女儿不孝 女儿没礼再见你们了 下辈子再让我做你们的女儿吧 来世 我再好好帮他们 总裁 特冲 我祝你们幸福 总务科的同事们 平时我对你们不好 现在我要走了 还真有点舍不得你们 希望 下辈子 我们还能做同事 再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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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虹 高虹你不要跳 你不让我过来 你来干吗 我不过来 我不过来 你别过来 行行 我不过来 你冷静一点啊 你想一想 为这件事你跳下去值不值得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那些钱补不出来 我真的要去坐牢的 不会的 不会的 只要你还活着 我们什么事都好谈 我是一个失败的人 你不用安慰我 我对不起你们 没有人会原谅我的 我甚至连自己的亲生父母我都照顾不好 你说我这样活着还有意思吗 我欠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也对不起你 你别这么想 我能原谅你 你快下来 我不要你原谅 我做的事情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 我该死 我最有赢得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我原谅你 大家也会原谅你 如果是因为钱的事情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想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抽不出这么多钱来 你不要过来不要管我 你过来我就跳下去 不要不要跳不要跳 别过来 冷静冷静 不要跳啊 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 高红你冷静一点听我说啊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高红你冷静一点听我说 我活着真的没有意思了 爸 妈 我对不起你们 我来一次 你为什么要救我 冷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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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着没有意思了 我活着没有意思了 我不想活了 我活着没有意思 让我气死了 冷静一点 高红你冷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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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上 我只要去坐牢 我坐牢的话 爸妈知道了 他们会被我气死的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够了 你就是因为亏欠公款 才去自杀的是吧 你以为你死了之后 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死了 同样还是有人 要偿还这笔债 为什么你们要救我 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真的是没有钱可以还 我肯定是要去坐牢 就算扶安心出来 也没有地方容得下我了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见人了 知道吗 高红 你想太多了 你不用安慰我 像我这种恶人 真的没有资格当宋士的员工 特别是你 特别是你 我真的没有脸再见到你了 你千万别这么说 我已经说过我不会计较的 你不用对我这么好 你对我越好 我也觉得难受 我 我 我不光是没脸见你 也没脸见做无科的同事 高红 你要知道 谁都有犯错的时候 你还记得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吗 就连穿一件衣服 倒一杯茶这样的小事 我都做不好 我不是也经常犯错吗 不是的 不是的 那是我故意的 你什么都好 是我故意在找你麻烦 你什么都好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想告诉你 如果当时没有你的强势和要求 我不会有今天 你知道吗 高红 当大家都鼓励我说 成化你要自信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 因为你总是那么自信满满 做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快 而且总不示弱 虽然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 但也正是因为你 我才得到了更多磨练的机会 而且我现在告诉你 我也吃过很多苦 也有过自杀的念头 甚至差一点就死了 后来有人救了我 他们让我知道 其实身边还有很多人在关心着我 我们不能一直把事情想得那么黑暗 坚强的人不是因为他有很多的后盾 而是凡事他总想到光明的一面 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方法 不要那么容易就放弃了 嗯 承华 你真的是一个善良又大度的女孩 你说的话我全都懂的 可是 那些钱我真的还不上 总裁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办法还是有 就是看他肯不敢接受了 什么办法 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继续留在公司工作 但是每个月的工资 必须扣除一些 去还那笔钱管 但你要知道 这样会很辛苦 你愿意吗 没关系 我愿意 我当然愿意 只要能够留在公司 谢谢总裁给我机会 我一定好好干 谢谢就不用谢我了 谢承华 要不是他的话 你连命都没了 谢谢你 我发誓 我一定不会再让你们失望了 高红 其实只要你平安就好了 对了 总裁 有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情报 但是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 什么事 我也是听说 听说咱们公司 和太阳绿能公司合作以后 就由海外人士 开始炒作这只股票 但我不知道什么